Bag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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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Night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 BagNrd的日常生活 在大型電纂系統裡面 BagNrd究竟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只要關心程式碼而已嗎 還是有其他我們更需要關心的事情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Night 目前任職於91APP 擔任BagNrd 然後下面有我的個人連結 跟GitHub的連結 但沒放因為我覺得 並不是那麼需要看 所以我就不放了 那先講一下我們今天的大綱 我們要講的是 怎麼提升Coreview的效率 如何讓程式碼更健康 面臨多個Deploy的情境要怎麼做 那這個Flow呢 是我們日常在一個Sprint裡面 經常會一直重複執行的事情 發PR 到單元測試 到Deploy到現場上 這是不斷在發生 那我們怎麼去優化它 這是我們關心的事情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講講 Coreview會遇到什麼事情 這是GitFlow 那我們常見的GitFlow呢 就是有幾個主要的分支 Master Branch 藍色的部分 然後它會建立出Developer Branch 那有問題的時候會透過Hafi的行為 來應用 那再來是Developer Branch 那所有的Future Branch的code 都會進到Developer Branch進去整合 那再來就是Future Branch 大部分RD都把時間花在Future Branch上進行開發 那沒問題之後再進到Developer Branch 那接下來是Developer Branch 測試都沒問題之後 我們會把code進到Release Branch 準備做Pre-Production的部分 然後部署到我們的Pre-Production的環境 進行驗證 直到Release的那一天 我們就會把code進到Master Branch 那接下來的Hafi的Branch就是 萬一線上有遇到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緊急修正 我們就會從Master Branch開出Hafi的Branch 來修正這個問題 並回到Master Branch 來解決線上的問題 那就是大家常看到GitFlow的流程圖 那再來我們要聊聊GitHub Flow GitHub Flow主要幾個階段就是 我們在開發之前 我們會Create新的Future Branch進行開發 這時候RD開始調整程式碼 然後持續的卡密這些 異動的內容 然後到一定程度之後提交程式碼 做一個Pro Request的動作 把程式碼提交由Reviewer來審核 那下一步Reviewer會參與這個過程 看看你提交程式碼裡面 究竟有哪一些要修正的問題 有一些回饋的話呢 必須由Developer再繼續進行調整 再重複的更新 直到這個程式碼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會Merge回到主要的Developer Branch 或是Future Branch上 那實際上我們作業上 會把GitHub Flow兩個一起運作 那首先是 在Origin的部分 是屬於RD個人的Repository 那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分支 你會在這邊進行開發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 Upstream Remote的Repository 主要是公司所擁有的Repository 那你所有的開發之前 都會從Upstream Checkout出來 進行開發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 再透過Pro Request的方式 提交你的程式碼 然後確定無誤之後 你就會進到Upstream的部分 那一個Code Reviewer的過程中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RD開發完之後 提交程式碼 經由Reviewer來審查 審查沒問題之後 就可以進到Upstream裡面 那萬一有需要調整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應該怎麼寫比較好 哪些地方應該怎麼寫比較好讀 我們不只關心邏輯對不對 是不是好閱讀 好維護這些我們都很關心它 那有這些回覆之後 RD再根據需求問題去調整 調整之後再行提交 這是一個往返的過程 那其實你提交的內容多或少 會影響到Reviewer的時間 那Reviewer也不一定那麼有多時間 你只要提交 它就幫你Review 那我們引進Linter的機制 它可以怎麼幫助我們 它可以透過自動化機制 我們會在Linter上建立一些規則 這些規則來審核你送交的程式碼裡面 是不是有符合規範 或者是用了不適當的方式去撰寫 然後我們會檢查 比如說你寫了一個Controller的Action 那這個Action理論上 應該有一些標準的Attribute 應該要掛在上面 那你沒有掛 那Linter就應該提示你說 你是不是少掛了什麼Attribute 或者是在西郭卡面的提交部分 你是不是用了不恰當的查詢指令 那透過Linter的機制 也可以提醒你說 你應該要修正 不應該這樣使用 Linter可以透過自動化 然後提示我們程式碼的品質 然後改善效率 你就可以更快的得到回饋 然後去修正 降低人為的錯誤 Review也許 有些時候也會因為人為誤差 有些事情沒有提醒到你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規則建立起來 Linter可以很準確的告訴你說 你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程度的修正 然後把這些Review的經驗 變知識數位化 然後變成一個既定的規則 那有了Linter的參與 我們的Coreview的流程 其實你只要一發Pore Request Linter就會執行 馬上驗證你的程式碼 有一些規則裡面提到的項目 它會立刻comment給你 讓你去修正 那你可以在第一時間就得到回饋 那等Linter的部分修正完之後 Review再進場 幫你檢查你的程式碼有沒有問題 那有需要再修正 那沒問題之後你就可以到Upstream裡面 做一個完整的提交 那以上這個部分呢 就是針對我們在Pore Request Coreview到進扣的流程 我們透過Linter的機制 來協助我們更有效的完成 Coreview這個行為 那講完Coreview之後呢 我們要講一下單元測試的部分 怎麼樣讓程式碼更健康 我們的系統只有一套程式碼 Single Code Base 然後它會部署在三個國家 分別是香港台灣馬來西亞 然後四個市場 我們台灣有兩個市場 在香港馬來西亞各有一個市場 然後會有三種平台 Web的平台 iOS的裝置跟Android的裝置 四種語氣 我們支援中文英文 中文的話不然是香港繁中跟台灣繁中 馬來文四種語氣 然後我們支援了12種金流 在不同的市場我們分別有支援的金流 然後總共支援12種金流 然後六種物流 每個市場也有它獨特的物流 然後我們總共支援了六種物流 然後我們兩週一個Spring 每一週Release一次 然後我們系統就是在這樣交錯的情境下來開發 這當中沒有提到團隊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四個大團隊 每個團隊可能有二到三個Future Team進行開發 然後會持續的一次進扣 那這是我們系統的樣貌 真的不考慮寫單元測試嗎 一般來說你可以透過人工測試 來測試你的系統是否能正常運作 你可以透過人海戰術的部分 持續的一直用人力來滿足這個測試 來達到你的品質的提升 但是這是一個好的方法嗎 如果以RD而言 你的東西沒有測試過 你敢交付出去嗎 一般我們自己測試最簡單最直覺的方式 就是我把站台開起來開始操作它 直到我驗證完之後這個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你就需要經過說你把code調整完 然後完整的建置網站到IIS起來 你才可以去操作UI做完一個驗證 那這個流程其實是很長的 也許要花費你三大五分鐘的時間 透過單元測試 你只要調整異動之後局部的建置 只要測試你的DL相關的Library 然後進行驗證 你就可以快速的得到你的程式碼異動 有沒有正確的做出對的效果 或者是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縮短我們驗證的時間 而不是end to end的從UI去測試 我的功能到底對不對 那講到測試我們就要聊聊測試金字塔 那測試金字塔由下到上分別是單元測試 然後針對某些class底下的方法 做一些邏輯的驗證 那整個測試 Service Test的部分就是 在多個服務之間的互動關係 我們去驗證說 這兩個服務之間的互動是否正常 是不是回傳我正確的結果 那UI測試的話就代表 它比較接近一般使用者操作行為 直接從UI也許有登入的行為 再到你要的特定頁面進行操作的部分 測試大概分為這三個部分 那由下到上的話呢 單元測試的效率是最高的 那整個測試UI測試是最慢的 也許有些人工的操作行為 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因為底層的話 它是越局部 越isolation 可能我只測某一個方法的測試 然後到中間這一層 可能是多個Service之間的互動關係 然後最上層 涵蓋的方法又越廣了 那比較好的測試配置方式呢 應該是大量的單元測試 搭配適度的整合測試 再來比較少量的UI測試 這是比較好測試 那當然有另外一種相反的模式 就是屬於冰淇淋甜筒的形狀 上面頂層是透過大量的人工手動測試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自動化測試 再來是整合測試 才是少量的單元測試 那這是相較比較不好的模式 那再來講到我們如果要關心測試 我們只能去衡量它 那我們的衡量指標有幾種 右邊的圖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一般你在ID環境可以看到 就是它會列舉你的測試案例的數量 測試通過的數量 那進一步的話 有一些工具可以幫助你分析code coverage的部分 那我們列舉可以用的就是測試案例數量 測試案例數量的部分 你可以用三正一反 極大極小值的測試來增加你的案例 來cover你的邏輯是正確的 那測試通過率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有失敗的測試 這個東西適合提交嗎 所以用測試通過率似乎不太恰當 那測試涵蓋率的部分 其實它跟程式碼的異動會比較有觀念性 一旦你對Portation Code做了任何的調整 你也許就會下降你的測試的code coverage 所以我們覺得透過code coverage 來監測我們程式碼是不是健康 是比較適當的一個指標 那講到code coverage的話 就這邊就列集幾個code coverage的工具 那常見的就是Visio Studio 但是你要到Enterprise等級的版本 才有code coverage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打Cover AXO Cover 但AXO Cover在Visio Studio Marketplace上面 目前只支援到Visio Studio 2017的版本 那再來還有OpenCover跟Coverlet 這些工具都可以幫助我們 針對我們程式碼做code coverage的分析 那再來的話 它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讓你知道 你究竟有哪些程式碼 是沒有被涵蓋到的 那接下來你可以針對程式碼 再去補充待遇的測試 來達到更好的code coverage 那我們要講一下核心方法的部分 一般我們會監控線上系統是不是健康 有沒有問題 會做Monitor 那你有去Monitor 你的Production Code健不健康嗎 我們找到一個指標 是透過code coverage 來Monitor我們的程式碼 健不健康 但是由於我們程式碼非常龐大 那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多資源 把所有的code 都做到100%的code coverage 所以我們就列舉了一些 我們重要的核心功能 商業邏輯 這些方法是我們關注的 我們只對它做監測 所以在我們CI流程裡面 你只要有code進到Repuzzle裡面 那我們就透過建置 然後開始用code coverage tool 進行分析 分析之後 我們會去驗證 這次的分析結果 這些code coverage 有沒有上升或是下降 那一旦下降之後 我們會透過Snack的方式 告訴團隊說 你的某幾個核心方法 它的含概率已經下降了 你應該要去修正它 那有這個機制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主動的收到 這些程式碼健康狀況的通知 而不是被動的說 我要去看說報告裡面到底內容是什麼 更主動的提醒團隊說 你應該要去注意它了 它下降了 那這是Stack通知裡面的內容 那其中包含說 我們現在偵測到是哪一個Repository的資訊 那這個project目前有六個方法 是沒有通過檢核的 那這邊的話是指說 update這個方法 它目前的code coverage只有33% 其實低於目標值的100% 那所屬的團隊G11n 你應該要來維護它 讓它的code coverage達到目標值 那也可以針對某一個namespace helps底下的namespace 它其實只有達到32%的code coverage 你應該要再去維護它 讓它更好一點 那或者是整個project label 某一個DL它的code coverage究竟是多少 這邊也會通知你 那你可以知道說 它現在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差 那這邊就列舉了兩個方法 那我們code coverage 其實還會做一些load紀錄的部分 那以方法二來說好了 其實在開發階段 我們就把它加進核心方法的清單裡面了 那持續偵測過程中 其實單元測試的code 也還沒有進到正式的developer branch 所以它的code coverage是0 那一旦code進到developer branch之後 我們的測試案例 其實會讓code coverage達到81% 那持續根據需求去調整程式碼 其實會讓你的程式碼 逐漸下滑 那我們收到這些alert之後 應該要去修復 補足它的code coverage 讓它再回升 所以messor 2 就是一個這樣的歷程 那透過歷程 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狀況到底是 怎麼樣來發展 它有越來越好 越來越差 我們有沒有正式這個問題去修正它 這是針對code coverage 那這一段主要講的就是 在程式碼的健康 我們怎麼去量測它 我們怎麼去度量它 然後我們怎麼去觀測它 那主動的通知我們 它的健康狀況其實已經變差了 我們應該要去關心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多個環境的 deployer流程的問題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多市場部署的過程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只有在東北亞 有一個region region上面有一個市場 那我們有很完整的伺服器架構 跟包含標準的CICD機制去 部署這些系統 那後來我們在東南亞 成立了第二個市場 那我們就複製之前的模式 我們把一樣的東西在東南亞市場 再做一套 我們也有獨立的Ginkins 去部署這些不同的應用程式到伺服器上 接著我們又在東北亞 又冒出了一個新的市場需求 那這時候我們會用不一樣的方法去部署這些程式碼 所以我們有稍微調整一下部署的行為 那我們第四個市場也接著出現了 我們也用類似的方式去做 那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同一套call 在不同的市場 我們用了不同的deployer的策略 那相對而言 在不同的市場 我們在溝通上其實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其實裡面 各自的實作方式是不同的 這會造成我們維護成本增加 那我們想要改善這件事情 讓我們有一致的部署方式 而不再是每個市場的方法有些許的落差 造成溝通上的困難 維護上的成本也增加了 那一般來說 我們早期的做法就是CICD一起做 一條龍的 從程式碼的pool 建置 測試 到deploy到機器上 一條龍一次做完 那也許在一個市場裡面可以這樣做 但是在多個市場 也許就不適合你這樣做 那我們的做法是 讓CI、CD分開來執行 那中間的介面呢 我們就透過artifice manager 來達到 作為介面的行為 讓我們可以做 single build multi deploy 讓我們的部署流程 可以更靈活的運用 而不是每個市場有自己的deploy機制 我們希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分成兩段之後 我們就有一開始的build 行為 build 的行為 我們引進了 Jenkins的分散式部署的架構 我們主要有一台Max的 Jenkins 它會trigger很多台的staff 去幫他做完他身上的job 那部署過程中呢 這些staff就會去拉扣下來 然後放進我們各個市場的configuration manager 這邊就是引進另外一個機制 就是其實我們多市場 每個市場會有不同的主態檔 那透過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建置的時候 加上適當市場的設定值 那我們同一道call加上不同的佐料 它就會在不同的市場 有不同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 建置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去驗證 驗證這些程式碼 是不是有問題 做單元測試 檢查他的call coverage 是不是有下降 那萬一它的測試是有問題的 call coverage有下降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讓這次的build是fail的 就沒辦法正常的更新到artifact manager上 這是我們部署流程上所做的 引入了configuration manager 跟artifact manager 那下一步的話 就是deploy的部分 我們建置完程式碼 接下來就是部署到四個市場上 因為artifact已經build好了 而且每個市場有它自己artifact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jinkins 跟它眾多的staff 來個別將市場所需的artifact 部署到伺服機上 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部署行為 那這邊提的就是 我們在部署過程中 遇到的是我們市場一直增加 然後我們的jinkins job也一直複製 但複製的過程中 根據市場的差異 我們去做一些調整 那導致我們在溝通 部署的行為上 會有不同的做法 音樂環境的差異造成的做法 那這是一個溝通成本 那我們為了解決這個成本 我們將CICD分開來運作 然後透過artifact manager 作為介面 那我們可以更靈活的 來建置跟部署 那最後就針對這部分做總結 我們今天主要聊到的是 co-review的部分 我們透過lint 可以更早的檢查到 developer提交的程式碼 有什麼問題 好讓它可以即時的修正 那再來就是 程式碼的單元測試的部分 我們要寫單元測試 那我們怎麼去量測 我們的單元測試 效率好不好 它到底就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我們透過核心方法去監測 它的co-review的上升或下降 然後透過slack的機制 來告訴團隊說 你應該要去關心你的方法 它co-review下降了 最後的話就是提到說 我們面臨多個環境deploy的部分 我們以內容了 Jenkins Distributing builds的機制 讓一個master對應多個staff 來解決單一master的負擔 再來透過computation manager 來解決多市場的主態問題 再來就是用artifice manager 來解決CI跟CD中間的介面 讓我們可以更靈活的去部署 那這就是我們一個RD 在開發的一個Spring的流程裡面 你可能要提交程式碼 你要面臨co-review 然後你要寫單元測試 確保你的程式碼是健康的 然後這些都沒問題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程式 deploy到production環境裡面 這些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持續的藉由回饋來改善 將會一直迭代下去 那以上的話呢 這是我們今天 簡報裡面相關的文章 包含了Gitflow的說明 跟GitHubflow的介紹 再來就是講到測試金字塔的部分 還有Jinkins的分散式部署 那還有我們之前有提過的 Configure Manager跟Artifacts Manager 我是Night Backend RD 以前我們只關心怎麼寫call 現在我們關心的是 從需求開始 一直到開發 然後到測試到部署 這些都是我們很關心的議題 我是Night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到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